欢迎来到董事长开讲 我们经过了将近快一个礼拜的王力宏的事件 把大家的新闻整个压缩掉了 同时也让这个国民党逃掉一截 因为公投的惨败的这个教训跟新闻的转移 王力宏救了他们一下 救了他们一下 可是我们也大概 我跟郑浩大概也这个礼拜都没有上关键 大概是这个情况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 这个账还是要出来江湖混 这个账总是要还的 我们今天还是要来稍微清算一下 这个国民两党到底他们什么样的盘算 同时这个时间点 我们也美丽岛民调的国政民调也刚好出来 也看到了总统适合度调查 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 我们等一下分成几个段落 一一的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 跟深入的这种剖析 其实还是介绍一下我们的最重要的特别来宾 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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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礼拜他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们做什么样的阴谋 什么样的计划 你看很多大事情发生嘛 蔡英文突然间民进党的动作很大 对不对 总预算 然后直接就军覆二族 然后这个竹竹定 地制法修法 也是一样开始强度官山 然后立法院要打架开始这样子 但是这个源头是哪里呢 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问题的发生点 就是公投 公投到底是什么结果 我来跟大家做个解读 其实公投的结果 跟大家讲用数字看出来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状况 就是民进党 我给他做个定义 叫做产胜 那国民党叫什么呢 叫做产败 你知道吗 我把这两个数字 怎么会有这样子啊 产败对产胜 所以这个双输的一个结果 但是因为这个产胜 所以这激励 逼着民进党出一些怪招出来 那这个怪招后面的刺激怎么来了 然后再加上今天的 这个美利老民调出现的这种 惊人的数字 赖兴德出现一个极大的一个反转一个成长 都吓坏人了 吓死人了 整个政党的权力核心 两大核心 其实内部都非常的紧张跟焦虑 我绝不夸张 我没有看过那么重要的一种变化 在这个礼拜同时出现 我先看一下 就把公投跟大家解释一下 公投的数字先大家看一下 公投数字 我们现在看了 总共有四个 有17案 18案 19案 20案 对不对 你看看这个数字里面 你说 我们最后就看一个很简单 就看差距就好了 你知道吧 中选会的差距 第一案是什么案 就是核四起风案 他差距就45万7千票 然后呢 第二案 18案的时候呢 是这个 萊猪案 萊猪案的差距多少 19万多 19万多 笑死人了 19万多 我先讲 然后呢 到了公民到这个 19案的时候呢 公投榜大选 公投榜大选 差距16万多 16万8千多 然后第二十案 就是三接 藻礁案 26万多 我想你们看这个差距那么小 藻礁26万 然后公投榜大选16万 然后这个 萊猪 19万 然后这个 核四 45万最高 我讲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蓝力双方 你看到这个 我要讲个解读这个数字 到底什么意思 我告诉大家 你知道吗 这一次民进党搞了三百场 约三百场的 公投的 应该超过 应该超过 然后全超过 一定超过 然后全党动员 花了上亿的资金 我看什么好几亿都有 噼里啪啦 砸钱砸人 然后威胁恐吓 用他初选来卡你 用KPI来管你 然后蔡英文自己下命令 然后全党动员干干干干 那结果我跟你讲 笑死人他妈的 差16万 我跟你讲 如果国民党一开始策略 清楚一点 只推这两岸 卢秀燕跟侯尹 就没有压力了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全力推 卢秀燕跟侯尹全力推 20万病鬼 对啊 那是讲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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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说你花了洪荒之力下去拼拼拼拼拼拼到赢十几万 搞个屁啊 这执政党的优势还有主流媒体花钱吃奶力气全部出来跟他干了 重张被沉不上场 干了不错结果 马尼十几二十万 你还敢喊胜利吗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民进党一搞完看到这个结果之后什么反应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马上 蔡英文官邸开会 开会 19号开会 紧急措施决定了两个动作 就是第一个总预算冲了嘛 他知道这个危险了 总预算给你拼了嘛 总预算拼了就很难看嘛 但是因为国民党的士气崩盘了 国民党崩盘了 我现在讲国民党立法院整个崩盘 崩盘之后给他冲了这个总预算案之后 居然协商到说 我愿意来开始副委然后朝野协商 朝野协商之后 柯建民要求他要在12月的会议 28号之前要通过 国民党这种烂党 也答应 也签了吗 这种事情 国民党有够烂的 立法院烂透的 你知道吗 总预算案进负二读这个案子 前面会议通知就给国民党 对 因为你议程要先给 对啊 就国民党那天只到四个人 哈哈哈 所以我们讲说 第一个我们定义 希望公投就算做个了结 就是整个东西 拿那么大的部队 去打那么弱的一个国民党 然后国民党表现奇差无比 然后这次被检验到 朱立伦的领导能力 完全被检验 雪崩 雪崩了嘛 然后国民党的战斗篮 妈的变成妈的战斗猫 不见了嘛 这猫 全部被小猫嘛 对不对 所有的人 出来的通通都没有了 然后 还没有最后的公投 所以就是 这个蓝色基本盘多强 你看看 蓝色基本盘 泛蓝盘的强 这不是朱立伦领导出来的 朱立伦雪崩了 然后最后一个礼拜 大家急着骂谁 就骂侯友宜 骂侯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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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侯友宜找战犯 你找什么战犯 根本到底方法对错 不要谈战犯问题 光是你看这个数目字 只差十几万而已 这种民进党吓都吓坏 民党怕破壞 胆都吓破了 你弄了那么大的力气 变成这个结果 然后他知道这个政权不稳定 表示你过去一年多 你自己的 这个民进党的执政的基础 太烂太烂太脆弱 然后当然 你碰到一个超级烂的国民党 也是不容易 也很不容易找到 找到朱立的这种咖 搞到变成这种结果 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他马上就决定了事情 然后呢 把蔡英文吓坏了 吓坏了 那蔡英文在哪里你知道吧 这个蔡英文是在官邸立刻开会 因为当时他就决定要强渡官山 干什么事情 就是足足病 第四法修正案 对不对 因为他发现一个事情 我们讲很简单一个事情 因为蔡英文有一个 他的最重要的事情 他要掌握2024的党主席 跟党内初选 跟其中统提名的提名权 蔡英文如果掌握不住2024的提名权的话 蔡英文就崩盘了 拜咖 那音系就散了 但是现在蔡英文搞了一个飞机 变成一个提前拜咖的可能性跑出来 好 这个提前拜咖的可能性 我待会再讲 我先把美利老民调 有一个关键的数据 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那个可怕的数据 我们把那个总统适合度民调 做出来 我看我吓一跳 我现在给各位讲这个数字 你看他吓死人了 这是美利老人 这是我们的美利老十二月份 国政民调 我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民众认为 谁最适合担任下届总统 你看到吓 吓死人了 赖清德 30.6% 我看到他吓坏了 然后侯友宜22% 比上次降了2%没有什么很差 降了2%多 柯文哲没有什么动 14.5% 最好笑的是 两个崩盘的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两个政治人物的生命终结 跨叉叉出局了 哪两个 朱立伦啊 4.5% 搞个屁啊 选总统剩4.5% 你这个党主席 回到像不像谁 像不像吴敦毅 跟吴敦毅非常像 年轻15岁的吴敦毅 不是 上一届长主席 就挂点了 更荒唐是后面的郑文燦 4点 他 更惨 更惨 这如果这种结果出来 这两咖 我可以在这边宣布 今天是 出局 今天是Christmas 群献 宣布这两咖下课了 下课了 2024年下课 然后最意外是谁你知道吗 蔡英文把賴清德当人职 绑在总统府 绑了一年多 不给他出门 你知道吗 跟他的那个 跟他们家后面的人职 跟犯人一样 管家总统府 不准他请客 不准他去跑 没有行程 不分配任务 不分配任务 还有完头吗 当然没得完头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昨天出来的 昨天出来的就把 刚刚体现那个数字 民进党的显胜数字 来对比这两个事情的相成效益 会变成什么效益 我要做一下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民进党是显胜 蔡英文觉得糟糕不凝光了 所以他要把当时这个所谓的新竹要合并的事情 他知道不凝的时候他要多一都 多一个都的话他有多一个 返回的机会 有可能 可能 对不对 因为他本来就是新竹县新竹市 本来的就是高宏安要去选 你们高宏安要去选新竹市嘛 对不对 然后民进党派了一个议员嘛 没有一男一女两个还在争 还没有确定 但是都不强 就是柯建民的人 李延会 柯建民的议员 柯建民议员的这个技术不强 不强 反正听下去结果高宏安可能就中了 有这个情绪会 那这个新竹县市那个 那个杨文科 杨文科 杨文科连任一定没有问题 好就出个坏点子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认识柯建民非常多年 几十年 柯建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 纯洁或是干净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建议的案子里面 都有花样 没有花样的事情他不干的 那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听到党内高层告诉我说 一开始就是这个林志坚 林志坚他要想要 林志坚的出入的事情 其实很容易安排 非常简单 林志坚本身去当个部长就解决了 可是林志坚认为他想要留在新竹 所以林志坚提出一套论述 这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 我不知道 我没有听过 不能说没有道理的论述 就讲一堆大道理 然后认为说这两个新竹 县市合并的情况之下 对地方的发展 对产业的升级 各方面都有帮助 讲一大道理 这个大道理讲完之后 我觉得林志坚讲话 可能是比较正派的 就教他的师傅柯建民的知道之后 柯建民就把这个道理 就转成全谋 就告诉蔡英文 那不都搞得贏 因为陶渊如果输的话 你就挂掉了嘛 他就给你出个点子 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如果真正以产业考虑的话 陈浩你认为说应该是 应该是怎么样合并 如果是存 你是哪里人 我是苗栗同位啊 竹苗 竹苗 我爷爷是铜锣乡长好不好 搞这个状况 正三代好不好 然后你说 你说应不应该把铜锣并进来 应该要新竹 竹北加竹南 这最合理吧 但是我爸叫竹竹苗嘛 竹竹苗 苗栗复地比较大嘛 你最后一定是要往苗栗走嘛 对 这个事情 其实三个县市合并 这个是最好 因为台积店也到了苗栗竹苗去投资了嘛 对啊 立基店也在苗栗竹苗 所以你把苗栗并进来 很合理啊 苗栗现在是台湾的第二高的新知所得区 新竹是第一高嘛 对不对 所以苗栗新竹苗栗都是比 都讲难听一点好不好 苗栗跟新竹是并啊 的道理比新竹县还要更有道理 新竹县讲的都相 没有 竹北跟新竹唯一有连结 也就是说科技新贵都住竹北 加住竹北 加住竹北 这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 好像苗栗比较多 但是产业在苗栗比较多嘛 你去并那个新竹 并那个新竹 这是一个竹北 那你把竹北并进来就好 那杨文科就挂了 把阿金基姆并走 所以这是点子就是很烂点子嘛 那这个烂点子是谁出的呢 这个烂点子就是柯建民出的嘛 那柯建民平常心讲 蔡英文总统是非常讨厌柯建民的 因为柯建民每次都出烂点子 包括什么他小孩会突然间 会收到一个邮寄的大马 然后调查局会泄密给他 然后抓不到人 怪怪奇 反正都是奇奇怪怪的事情 会发生在柯建民身上 那我跟柯建民 我很了解这个人嘛 没关系 要来告欢迎 我也不担心 所以这个烂点子 那柯建民在民进党那里面的力量 我告诉你 狗屁力量都没有 他是一咖 他是一咖 总招很屌对不对 总招很屌 为什么很屌 因为新潮有支持他 可是现在一个问题来了 你现在突然间搞了一个 这个足足病的情况之下 就是只有 为什么蔡英文会接受 只有一个道理 因为到今天为止 桃园找不到人选举 然后还有更糟糕的 这一次的公投 你们看到同意跟不同意 桃园输了嘛 桃园四个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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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园四个都输嘛 你周文燦还趴趴走 还跟着 周文燦想学这个 赖清德 学到 我告诉你 结果整个公投的结果 补选 补选 只是补到一个人 补到赖清德一个人头上 哇 这个我跟你讲 今天我在谈这个 昨天我们在关键也谈了 蔡英文从昨天晚上可能睡不着觉了 因为本来只有一个理由 他担心说 哎呀如果我2022 2022你知道吗 2022如果说我输掉的话 我就不能当党主席 我就不能够主导民进党的总统提名嘛 他这个理由 对不对 昨天晚上以前 礼拜五以前的消息 还不知道有一个惨剧发生 什么惨剧 就是这个惨剧 这个文燦剩4.3% 哇靠 这个完蛋了 因为他还手上有张牌嘛 我本来想说我要足足配搞搞搞 我手上还有一张牌 有一个郑文燦当牌的话 还可以跟你一搏的可能性 变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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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惨吧 � nuance �KY saving 他飞拼不可 �avy拼不可 荔极蛙 本来就说 先第一段还没讲完 等下继续讲先进入QA好了